我們1月5號通知他之後呢 1月6號呢 這家公司他居然把 賬上所有的股票呢 所有的庫存呢 全部都出清 全部都賣掉了 已經通知他說要解約喔 之後呢 他就不能再擅自做主 把我們那個公司的這個股票呢 所購買的這些股票去處分 他就必須要經過我們的同意 各位你要知道這個道理 我們延續一下 還記不記得上一集 大哥講到的2022年 最後一次的時候呢 大哥拿出了5000萬元 來給這家專業投顧來代操 對不對 然後呢 後來我就發現了 我們的同仁呢 就發現說他的成績效果非常的糟糕 外面跌什麼 跌兩成 我們請他代操的跌了四成 那當大家環境好的時候呢 有賺錢呢 當大家怎樣 賺三成的時候呢 我們我們只賺一成 所以那個賺的比別人少 賠賠的比別人還多 所以我們在我們自己公司呢 已經找到了專業的 money manager 之後呢 他給我一個建議 就說大哥我們必須要跟他解約 那個建成 不好意思 請給我一支筆 講這個財經手上必須真的要有筆 來我們來看一下喔 所以在今年的1月5號的時候呢 我們就打電話 以及 e-mail 正式的通知 這家那個投顧 我們要提早來解約 因為我們看了這個合約書之後 是確實是可以提早解約的 結果我們1月5號通知他之後呢 1月6號呢 這家公司他居然把 賬上所有的股票呢 所有的庫存呢 全部都出清 全部都賣掉了 已經通知他說要解約喔 之後呢 他就不能再擅自做主 把我們那個公司的這個股票呢 所購買的這些股票去處分 他就必須要經過我們的同意 各位你要知道這個道理 那他為什麼會趕快再把它賣掉呢 因為你在賣掉的時候呢 他又可以再小賺一筆代鈔費 你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那個在最後的這個關頭呢 或許他們也是想這樣子 也或許呢 他們惱羞成怒了 這當然其中不得而知 但是他可以這樣做嗎 答案是不能 所以1月7號的時候呢 當我們公司收到了解約契約書的時候呢 必須要親簽用印 然後勾選股票庫存的處理方式 我們1月7號才收到這個 然後那個 結果呢 我們那時候收到這一張呢 你看有多生氣你知道嗎 先給各位看一下 解約協議書來 終止之後的全權委託的代鈔 我們的帳戶處理的方式呢 是有什麼呢 第一 帳戶終止交那個交易庫存的部分呢 他結算日之前呢 全部結清 也就是把全部賣掉 當我們收到這個那個協議書的時候呢 他居然自己就在我們1的這個地方呢 打勾了 這打勾是什麼呢 就是同意他們啊 幫我們處理喔結算的現金 或者是已經購買的這個股票 可是各位朋友 這個合約書 這個協議書 你能夠自己在上面打勾的嗎 這是不是已經觸犯了什麼 偽造文書 因為這根本就不是我們公司自己打勾的嘛 所以喔 這你看看會不會讓人非常的生氣 來再來喔 錯愕之下呢 我們公司的同事呢 就那個聯繫他們 就是說我們在1月5號的時候 這個除了打電話 我們還有那個什麼 那個email 對不對有憑證的喔 已經通知你就是說我們要解約了 那按照這個合約的精神呢 你就不能幫我們把這個股票啊 甚至我們剩下的現金呢 去亂弄啊對不對 不然他全部都給你買一些什麼 阿砂布魯的股票 這誰受得了呢 所以我們就告訴他 結果得到對方怎麼樣的回答 你知道嗎 對方就說 1 我以為 他說我以為 我以為你們有資金的需求 所以呢就把那個 那股票通通都賣光了 然後呢 講著講著 他又說 我覺得 他說我覺得你們提前解約 是因為對我們選的標的物 沒有信心 所以呢 他才把他結清 賣掉 所以你看這種狡辯之詞 多可惡啊 然後當然我們就距離力爭啊 可是呢 他們就一直講這些話唬爛的這種東西 我們的同仁呢 馬上不客氣了 就說我們要去告他啊 我們要去盡管會告他啊 這家大的這家那個頭顧呢 你就剩下 你就等著吧 結果他看到我們如此的強硬之後呢 他馬上怎麼樣 他馬上就改口 他說好 那他就怎麼樣呢 他就趕快把我們已經在1月5號告訴他說 我們要結清同時 他們有幫我們代鈔買了幾檔的股票 權數再怎麼樣呢 幫我們再買回來 所有的損失啊 或所有的一些什麼那個費用什麼 他們公司自己完全去承擔 你看看 這是不是人善就被人欽 那在現今這個社會這個投資的這個 你看這一家投資公司喔 這個投雇公司 他在台灣呢 真的是排得上名號非常大型的喔 今天如果各位朋友 你今天沒有看到這一集 搞不好呢 你傻傻的就請了這些投雇公司來幫你代鈔 你就要怎麼 你就你的肉也被人家吃了 你的血也被人家喝之外 連你的骨頭都給我拿去補 那如果你真的很不幸的 真的讓你遇到這種 那怎麼辦 不用擔心 你今天有看到這一集 你就知道要怎麼樣去對付他了 不要認為我們是小蝦米 你知道嗎 來 申訴以及處理的方式有123456 有這6點 那當然比較詳細我就不講 我們直接看這個螢幕上面 大家可以把它截圖 存檔起來 那個以後以備不時之需 真的萬一遇到這種情況之下 你想要來跟他抗衡 有怎麼樣提出申訴 申請評議 申請調除 還有什麼提起訴訟什麼等等 你不要覺得麻煩 因為這都是我們的血和錢 更讓我生氣的是 他當初不是有幾檔股票嗎 就給我們隨便賣嗎 在1月6號的時候 他就把我們賣掉了 後來我們距離力爭之下 而且已經下定決心 就是要去金管會告他的時候 要把事情搞大的時候 那他們就服軟了 就好吧 就捏著 捏著某個部位 他就把所有的之前賣掉股票 通通買回來 那時候跟各位報告一下 他們賣的時候還是虧損就賣 你知道他那時候好像虧了40萬 在帳面上光這幾支股票 就虧了40萬他就賣掉 反正這個錢也不是他的錢對不對 賺賠什麼的 而且搞不好他覺得說賠越多 他心裡搞不好覺得越爽 他覺得你幹嘛給我提錢解約 結果我要告訴各位 像我們公司有專業的經理人 那時候我們就發現說 那幾支標的物 其實是可以長久放著 於是我們就決定了不賣 那幾支股票解約之後 我們還是一直放著 放放放放放到現在 你想想看那是1月發生的事情 現在錄影的時間是2月的時間 結果才短短的經過了一個月 這幾支股票呢 居然都漲了起來了 所以呢到現在 我們反而還獲利了100多萬 所以你看看 你有沒有覺得很生氣 這種專業的經理人 那根本就是個X是不是 你在這個業界 你每天就靠這個東西在吃飯的 結果居然輸我們自己公司 財務部裡面的那個專業經理人 你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他根本就沒有善盡善良 管理人的一個責任 你氣不氣是不是 我真的不騙各位 我到現在這個時間為止 我還在想說要不要告他 是不是 然後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常見如果說那種代鈔的一個 全權委託代鈔的這種狀況 常見他會有幾種爭議 那這個我就不詳細去講了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按一下暫停截個圖看一下 那我們就是遇到了什麼呢 我們就是依照那個 期貨交易法第74條的規定 租賃商呢 期貨商呢 不得有以下的那個行為 第一 未經投資人 那個委託事項或者是那個條件 就從事交易 也就是說他沒有經過我們的同意 他就去亂搞亂弄 第二呢就是沒有經過那個 那個期貨交易人呢 授權就擅自為其進行怎麼樣 像那個期貨的交易 簡單說就對了啦 這74條就是說 你沒有經過我們這些投資人 對不對 的一個同意 你就要不要亂搞 那你就違反了什麼 交易法第74條 懂不懂 他沒有經過我們的同意 你就給我亂搞亂弄 那我們就可以怎麼樣 依照這一條去給他檢舉 去給他申訴 好了 那看過了這一集之後呢 各位朋友 你會不會覺得說 哎呦 本來想說投資 花錢怎麼樣 那個來省時間 結果啊 你看看大哥之前呢 花的這些錢呢 被人家賺了好幾百萬的這種 手續費 代鈔費什麼費 哈不當當算一算 也花了三百多萬元 在這三年當中 結果你看看 他給我們搞了什麼一個樣子 讓我真的是非常的生氣 凡事呢 我們不能從一個角度去看 雖然說這件事情 讓我很生氣 但是也堅定 那個怎樣 我們自己公司 要有我們自己公司的 專業的投資理財的 這種專業經理人 才不會被人家牽著鼻子走